手拿瓶裝人體排泄物上台演講 全世界最富有人士之一比爾蓋茲 做出驚人之舉 吸引台下目光 周三在北京舉辦未來廁所論壇 比爾蓋茲現身 宣揚無水廁所新科技 希望讓全球關注開發中國家 廁所不足的問題 這種特殊馬桶不必用到水 也不需要下水道 排泄物甚至還可以製成肥料 世界衛生組織統計 全球有23億人沒有基本的衛生設備 根據蓋茲基金會估算 缺乏乾淨廁所 可能導致的醫療開支增加 生產力減少 以及財務損失等等 甚至高達2230億美元 光是中國大陸 廁所就嚴重不足 去年還有5700萬家庭沒有馬桶可以使用 因此 比爾蓋茲承諾 未來7年將提供2億美元投入馬桶相關產業 就是希望改善開發中國家的生活狀況 大愛新聞 陽晴編譯 也許會有充分尤為 指貨品 角度 增加